易上怎么观察到现在的攻防 对刚才讲到蓝绿对决 我觉得蓝绿对决如果要回到的话 2020年的817跟552 就是韩国瑜的552跟 蔡英文的817嘛 那但是就转换绿的问题 现在绿营的转换率大概 赖清德大概涨过七成 所以他是从550万票开始往上走嘛 萧美琴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萧美琴可以极大化 过去817选票的这个增长度嘛 所以未来萧美琴在绿营里面 扮演怎样的角色 可以发动怎样的攻势 去吸引年轻选票的回流 这是非常重要的 他可以从550开始往上跳嘛 但是侯友宜不一样 侯友宜现在还在整队 整队的过程里面 他的目标叫做韩国瑜的550嘛 522 他不可能他的风潮 会跟上一次的韩国瑜一样 所以整个侯友宜选票 当然最近他们很热 因为毕竟他们团结在一起了 但是团结在一起 他的转换率有多高 这个是未来要观察的嘛 未来可不可能形成新的韩粉嘛 我打一个大问号 另外就回来所谓的柯文哲 这个部分的选票 因为上一次柯文哲没有参选 所以他的大部分的选民 其实是投给蔡英文的 这也为什么说林非凡讲得很好 这一部分或者是说王世坚讲说 我绝对不会不骂柯文哲来 因为柯文哲背叛了柯粉 我直接这么讲 因为柯文哲在蓝白四人小命日里面 就是背叛了柯粉 他就把柯粉们当成他的筹码 去跟国民党交换了副总统 跟监督总统的权利 而且背叛柯粉之外 还没有宪政知识 他连一个当总统的知识都没有 他还可以去背叛柯粉 他不只是背叛柯粉嘛 他还跟中共眉来眼去嘛 为什么一进去的时候 他指定马英九做见证人 他为什么今天吴昆玉 我们好朋友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中共丢包柯文哲嘛 为什么他进去的时候 他一定觉得说 中共停我这边嘛 所以侯友宇会退嘛 所以他笑笑的进去 哭得出来嘛 这个就是柯文哲 他可以为了自己的权利 不但背叛了柯粉 而且背叛了台湾嘛 所以他这样一个人 会未来到底可以凝聚多少 柯粉的选票 我觉得也要给打 大问号 为什么柯消风嘛 他不只背叛了柯粉 他整个在民众党的组织里面 他有三大问题嘛 第一个问题 因为他没有提名小姬 他跟黄国昌同样是背叛 最大不同是 黄国昌的时代力量 培养了一群 我们在太阳花学运 包含非凡来 这样优秀的从政同志 他们各自到各地去打拼 努力 结果黄国昌背叛了所有人 他出卖了时代力量 这些人也因为黄国昌的出卖 所以都背离了黄国昌 结果他加入了民众党 但是柯文哲呢 他只是背叛柯粉 他没有人 所以他根本在地方上 没有人帮他打仗 所以他没有人 没有组织的情况下 他到处去收割 这些牛鬼蛇神嘛 今天彰化两个议员退出 他们过去的一定都是国民党 一定都是地方派系嘛 他去收割这些 当你没有权利 没有在办法在他们 创造他们网路声量的时候 他们就离开了嘛 这些人也会背叛你 柯文哲嘛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白银 内部的斗争问题嘛 国民党指黄珊珊叫做战犯 为什么呢 因为黄珊珊 基本上已经掌握了 整个民众党的地方组织也好 中央的提名也好 其实都已经掌握了民众党 其实整个未来的民众党 就走向亲民党化嘛 根本就不是柯文哲的政党 第三个问题就是 柯文哲自己 现在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因为他只知道说 他要反对什么 他过去就是靠着反对 敌人不要的就是我要的 所以他靠着反对去成家嘛 但是他面对了蓝银反对了 他面对绿银反对了 面对中国反对了 面对美国反对了 他现在四面都是敌人 到处都是敌人的时候 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所以他现在走不出去 他也会支持度 也会逐渐的下滑 但是逐渐的下滑过程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出来了 就是赵少康看不到的 赵少康为什么讲说 他在重复的1994年的选战 但是柯文哲的支持者的选民结构 非常不一样 第一个他们是40岁以下 第二个他们的投票率其实是低的 第三个叫做他们没有什么蓝绿 跟1994年的气宝非常不一样 是赵少康的那个时代 是叫族群跟仇恨斗员 他到现在为止都在重演 这个所谓中华民国要灭亡了嘛 就姚立民本来是要对付柯文哲 对付赵少康也蛮好的 不要忘记了 我们姚立民老师1994年也参选过 他是搭配朱高正去参选新党的 副省长的候选人 所以他非常了解赵少康 就只会打这招嘛 但是我要讲说新的一代的所谓的气宝 在于年轻选票的气宝 而年轻选票的气宝 在于台湾跟中国的选择嘛 那萧美琴在这里又扮演的关键角色嘛 到底他打这个战争恐惧牌 有没有用 萧美琴在APEC会议里面 我觉得非常棒是他跟张中文一起 然后那个习近平说 2027年没有战争计划 怎么会没有战争计划 是因为打不赢 所以没有战争计划 那为什么打不赢 就要看蔡英文这几年 跟萧美琴这几年做了什么 才会他们认为打不赢嘛 第一个国防嘛 第二个外交嘛 他一打之后国际会反对 他会接受到经济跟外交上面的制裁 所以他不敢打这仗 他没有把握 所以他没有把握打仗的时候 打台湾不如买台湾 所以他不断的介入台湾这次的选举嘛 郭台铭的退选 那个丢包柯文哲 都是他所谓的整个介入台湾选举 明目张党的介入 他破坏了整个台湾的民主体制 而这样的情况下 会让所谓的年轻人看清楚 柯文哲 看清楚国民党 他们现在玩的手法 而转向投给美美的 萧美琴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